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当听到国民党也讲这句话的时候 我也是毛骨悚然 好像口气风波又演了一次样 国民党必须是正男 不能变成小绿小白 不能变成小红 他是国内非常著名的统派学者 谁是红统 争论不休 而江启臣干脆两个一起骂 选江启臣最能团结 不用分裂 不用担心亡党 更不用烦恼换柱重演 左酸张晓忠又骂朱立伦 南英党回之争倒数计时 眼看张晓忠在各个民调之间 和朱立伦伯仲之间 逼得国民党县市长纷纷表态 云林县长张立善开第一枪 脸书破文指出 和主流民意站在一起 才是人民需要的国民党 关键议题拥抱极端 不是我所支持的 更表态力挺朱立伦 南投县长林明珍 也跟进表态挺朱 这连中生代兰尾林维州 也说不走偏风 要支持理性务实的朱立伦 台东县长饶庆林 也表态自己挺朱家一 表态声让一泼泼 就是怕国民党 往极端方向倾斜 而过去朱立伦的老战友 侯友宜 支持谁 杨外界 相当瞩目 我们相信只要是为了国家 为了人民 努力来做事的人 我们都会给予祝福 还有支持 到底挺谁 敏感问题 后一让别人带打 蓝营党会之争太激烈 被视为明月共主的侯友 盧秀燕 还没表态加一 持续观望 让战火越烧越旺 三十人周凯 马日文 潘志华 陈军杰 台中报道